棱檐金的前称是大火点如来密运 丢正了异 诸福的万分守棱檐金 八字算命处 亚诚八字命令 是一级于生存八字飞观的一门占博处 向大家推荐一位研究八字命令21年的道长 正常八字算命的居家风水魂器 林谷法师 道长微信 2088-288 与法华金 华元金并称为佛教三大金王 若有自皇一族能源后 与泛人天高霍书 开悟的能源 成佛的法华的召叹 他还是佛教正法的代表 被历代高僧大多誉为 可受佛教经验的教埃指纹和禅宗正典 恒古以来就有能源金 正法金 能源灭 正法灭的选迹 历代祖师大德 宇门殿 历代祖师大德宇门殿 他最早将能源金与能源咒纳入丛林招募客颂的禅门日诵中 此举为能源金的长远流步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成为年轻以来三四百年间我国丛林中各宗各派招募客颂的主要内容 大师所定的清规 事称百诏清规 天下丛林无不奉仇 为禅宗世上创下化石代之功绩 一位能源金的流传划出历史迅的第一步 偶艺大师曾苦参能源金 最初听说心中大觉出生虚空和山河大地的一里友谊而出家 后来听说能源金和成为时论所代表的镜像二宗教理不能融会后迷团更大 之后到进山作禅 到第二年用功至极后突然证悟了身心世界都相应的境界 同此明白了能源金所说的这个身体从如始来 刚处出生随处灭性的道理 进去二宗的矛盾也就全然掺脱了 他们本来没能源金 日后就有能源金旋律和能源金文具 偶艺大师被能源金更加赞叹 既为深明道路又无真实 必动彻教理 方死参救 虽不能通三藏重点 能源一步 不可不清熟也 弃如独自远行 若不欲问路程 断断必有痛 过山海民产师 在临水现言福寺 听惠然法师讲 冷言金 听日 一切众生 皆由不知常入真心 信尽明体 用诸妄想 慈想不真 故有轮转一段时 起大疑心 寻意而未能绝 对孤身李蜀中游 便参民宿后 到四祖道信大师的黄梅破头山道场 以地为一 以目为时 沿袭禅宗雨露三年 并效仿高峰原庙大师 极力苦攀 以昔日为宪 一天 禅师在金行中不慎跌落山崖下 腿受伤巨痛 因此大彻大悟 开悟后 得到当时大禅师 命运原目的印证 得复发一 后来 达回巴蜀 曾主持过万峰 凤山 祥福等九大破产 重厂马祖知道 风昏远坡 朝参路 挺之重 多大外人 雕光大师 明朝北京人 为官府子弟 您尊见 音乐 冷延经有路 碎入国门 精心参产 后离京东 助期上堂 安身于 北天河村 封山摇洞床 一驻二十一台 其间 潜心修行 偶心立切 新著大佛鼎首能研究 正义书 虽然凡正 海际四季 妖光中见大西宁 誓则思心也 依成忠实 圆顿指规 与解物 则密因本聚 非甲外求 与修正 则了亦妙门 不劳恳幸 十方如来 得成菩提之要道 无有悦于丝门者以 然法华与思经 虽皆设莫归本之真权 而法华 但已开其端 而思经 方已敬其说矣 我顾唐旭思经 为法华唐奥 华言官殿 曾有见于是儿 清代梦东彻悟大师 本为禅宗祖师 后改禅规定 被视为 净土宗第十二代祖师 他有诗作称三说 花香苗宇 缘通信 水浴山清 常住心 一步棱岩 魂漏泻 不须低手 更沉溢 梦东确悟大师尹 守棱岩者 称信大帝 坚明也 以如来丧心 而为体性 以耳根源 而为入门 以雄极圣位 而为丘敌 此一藏性之义 其称信之行 环复正入藏性全体 一经大致 一临于斯 近代高僧 一年 虚云禅师 乃近代禅宗大德 坚持苦行 长达百余年 立作十五个道场 重新六大祖坪 以一身 坚成禅门古宗 法寺信徒 达数百万种 有禅宗太狗之欲 他一生 对棱岩亭 极为重视和催崇 虚老 活了一百二十岁 只踢住过这部棱岩亭 并将手稿 小心保存了几十年 结果 在一九五一年 云伦事变时 遗失了 这是他一生 最遗憾的一件事 他主张苏家人 都应该把棱岩亭 读到能背出来 由钱背到后 金颖阿和尚开始说 现在是末法时代 你到哪里仿善知识呢 不如熟读一步冷言经 修行就有把握 就能保随哀救 消息解缘 令其身心入佛之见 从此成就 不遭其路 就全经前后所说 着重在一个淫字 说若诸世界六道众生 其心不淫 则不随其生死相续 辱修三昧 本出残劳 云心不除 臣不可出 凤有多智 禅定献贤 如不断淫 地略魔道 看能言经 若不归宗 跑马看花 就不中用 要读到乱熟 就能以后文 消化前文 以前文灌后文 前后照应 则玄金秘礼 了然在目 依经做官 自得受用 天台四十三古 帝贤大师作为现代复兴天台中的中流底处 他教在法华 行在能言之本 一生讲能言音杂识三次之多 并入大佛顶金序 纸位书等 帝贤大师赞泰能言经说 此今高妙极致 非文言俱益而能信述 唯有退堂目击 须怀仰散而已 凡后知智学之事 苟能欺人生 得知福利 勿大教 直之费难 获其声欲 发真归原者 与明天见见者 亦应于此一心 敬其心力 嗜体贺担 坐卧心形 诚心品忧 与莫动静 反照提思 即获肃肿扑雅 大开圆解 如初春亲密 折户顺开 印光大师 法明圣亮 别号 常谈慧僧 戒律均言 弘扬禁止 密护诸宗 被尊为 净土光 第十三子 印光大师 极为推崇冷言经 认为 冷言一经 实为念十相国之 最切要法 大师把冷言经 大势至菩萨念活源 风章提出来 与净土四经 合编为 净土五经 更是冷言经 为信众 极广的信中 丘行人 所输计 用光大师说 大佛顶首 冷言经者 乃三世语佛 圆满 福祉之音 一切菩萨 去向 觉道之妙行 凡人 总须入识 以 忏密 毁谤冷言 起庆者 跌离浩民之心 所致 欲求天下后世 称以为 大智能人 能知人 所不知之虚拟 而不知 其见世 被民眼 视为可怜民主 末后 则永多恶道 苦如出息 民之墓人 有如此者 谭虚大师 天台风 第四十四代法寺 与虚云谭师 太虚大师 合同为三虚 民国时期 弘法东北各省 后留香港奖学 大师出家前 曾经十年 朝夕研读冷言经 出家后 建立了规模 宏大的 银口冷言寺 促新天津大碑院 著有 冷言经奖地的 认识到 国法弘扬 本在僧 如无人弘法 不待外人 推谈 佛教本身 就会消灭 他一生 致力于 僧情教育 创办多所 国学院 培育分败 好理 遍入海内外 1958年 他创立 中华佛教图书馆 都购得七部 大丧心 及散交 新书 两万余册 全日开放 任人敬略 其实 大师 已八十四岁 每星期日 在图书馆 讲冷言经 声与促悟 而听众 坐无虚习 原音大师 为中国近代高僧 晚年后 冷言作主 他对大佛顶首 冷言经的研究产发 在近代 含有人品 被誉为 冷言独乎 大师出家后不久 到长州天宁寺 参学 刚开始听讲冷言经 学识只退不足 又敢诸书繁多 用心不度 致患血疾 于是 佛田发愿 深入异理 编写讲义 弘扬冷言经 以报佛恩 蒙佛菩萨名故 使恶极 一记当前面 大师由此 信任一间 经心专研冷言经 竟达十载之久 大师自1920年起 在北中广 祭祀第一次开讲冷言经 此后毕生奖言 此大师 护十三次 每奖都有 金发明 1940年开始 撰写冷言经奖役 四年编程 冷言纲要 1945年 在上海 圆林奖堂 承办 冷言专宫学院 系统奖授冷言经 日奖夜铸 直至1951年完成 冷言经奖役 前后长达 故事一年 他在 冷言经奖役 奸进口中 红言 冷言奖役 金圆满 大法弘扬 旺后学 对后学 敬礼的希望 红一大师 出家前 为学术界 公认的 通财和奇才 出家后 金言律宗 对 华严经 地藏经 等大条 国教经典 也有精深的研究 红一大师 以艺术为博士 留下 更多艺术真心 逢中可以看出 大师对于 冷言经的 极力推崇 如歌曲 观星 可说是对 冷言经 七处 增心的 简明概括 代表了 他对 冷言经的 艺术性 冷言经 红一大师 还留下一周 书写 送在 法常和尚 与歌词 冷言一笑 的珍贵莫报 求尽的比例 表现出直面 生命的无常 而全心修行 正目后 连生命来时的俗句 都已忘却了 意境 红一大师 临终的绝底 悲心 焦急四字 原句 立出自 冷言经 冷言经 第六章 言记 阿难整衣服 于大众中 合掌鼎礼 心记原名 悲心交集 欲以未来 通众生度 提守白佛 大悲世尊 我今已物成佛法门 世中修行 得无疑惑 常闻如来 书如是也 自卫得度 先度人者 菩萨发心 自觉语言 能觉他者 如来应试 我虽未度 愿度莫结 一切众生 以倡导人间佛教而著称的太虚大师 与冷言经也有着甚深的因缘 大师自己研读和听讲了法华经 冷言经 以及一些大禅师的语录和高僧传后 才开始以明星见性为追求的目标 他出家后的第二年春 在宁波天童寺就开始学习冷言经经文 第三年就听当时高僧讲解冷言经 并广泛阅读 冷言蒙超 冷言宗通等著书 杨仁山居士在南京开讲冷言经时 大师就去听过 大师在普陀山眼观时 除坐禅礼佛阅读写作并学习 财 弦 禅 各宗著作外 对于冷言经和起禁论特别研究过 大师一生有过三次殊胜的证物体验 其中一次就是误入冷言经经 经过此次开悟后 在普陀山写成了守冷言经社论 太虚大师对冷言经赞赏悲剧 然一部松仙该禅禁律秘教母 而又各个川仲各个原籍 观之出流通度 必为盖建 寻之一大藏教盖意亲友 故为本经最得通量 最为震荡所供宗教 皆信解本经 正入本经者可也 未常有一宗取为主经 未常有一宗点为全教 音量发明平等土入 此后大师便开始了他的红法生涯 在他的一生中 曾有许多次开悠冷言经 宣化上人为薛云老和尚八字 为养宗传人 十九岁出家 为母亲首相期间 于国前发十八大院 一九四六年二十九岁时 往曹西亲近薛云老和尚 在天津大悲苑 听谭虚法师蒋龙延兴 一九四九年底 香港同变古堂 命运到下 成立国教讲堂等道场 使国法大兴已将将 后又在美国旧金山 创立万国圣城 其唱禅俊教三修的法名 他演大成诗典处习部 他是将佛教传入西方世界的 新曲者之一 对于佛教在美国西岸的推展 有很大贡献 在台湾佛教界也拥有许多信征 天化上人开始 在佛教里 所有的经验都很重要 但是冷言经更为重要 凡是有冷言经所在的地方 就是正法助事 冷言经没有了 就是诺法现行 冷言经是佛的真身 冷言经是佛的舍利 冷言经是佛的塔庙 所有的佛教徒 必须拿出力量 拿出血汗来拥护这部冷言经 学佛法的人 不但要深深了解 冷言经的道理 为了令正法久住 而写法永息 更要导致